由到周末,今次要分析 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經濟國家 美元是全球最流通的國際貨幣 美元的利率周期就會影響美國 以致全球經濟和投資市場 所以每次美元利率見底回升 我們就不禁憂經濟和投資會不會受到衝擊 這個短片是會看哪些國家的經濟會較為不受美元利率影響 以及投資在哪些地方可能會比較安全 Hi,我是二二 我會在周末分析經濟投資議題 如果內容有用,請你點贊和訂閱 記得按下小鈴鐺,你就會收到新片的通知 另外有一個年回報相信可以做到20%的價值投資系列 一共10個短片 有興趣的話可以在描述欄和playlist觀看 這個短片會分析每當美國加息周期開始 究竟經濟以致投資的避風港在哪裡呢? 如果擔心美元利率上升會對投資市場造成衝擊 那麼最好的解決方法什麼不是就是持有現金嗎? 未必喔 因為利率上升多數在經濟向好的時候發生 所以美元利率上升不一定利膽股市場 如果我們看過去幾十年 美元利率有幾個上升周期 首先是1977至1981年 然後是1993至2000年 另外2004年至2006年 還有最近期的2015年至2019年 我們看這些時段美國股市的表現 可以參考這四個圖 他們顯示的情況就是 加息周期開始的時候 股市走勢有可能向下 也有可能是反覆波動沒有什麼特別方向 而其後大多數都會反覆上升 所以有兩點觀察 第一 利率上升就不一定令到股市大跌 第二 股市長遠來說都是升的 所以似乎如果我們憂慮美元利率開始上升 應該主要是擔心最開始的一兩年 那有沒有一些國家 會比較不受美元利率上升 而影響到它的經濟呢? 根據美國聯儲局這幾位學者的研究 一個國家經濟受美元利率上升影響的程度 可以從三個管道去分析 第一是貿易管道 即是說美國貿易對這個國家經濟的重要性 這個可以用貿易總額 比對這個國家生產總值比例去衡量 但我的意見就是 只是看出口去美國的數據可能更加好 第二就是匯率管道 即是說一個國家貨幣和美元匯價的固定性 或者穩定性 那如果國家貨幣的匯率和美元的固定性越高 那當美元利率向上引致美元匯率偏強 也都會令到這個國家的貨幣偏強 那就會降低這個國家出口貨物的競爭力 繼而就打擊到它的經濟了 第三就是國家的經濟規模 如果很細小 就比較容易受外圍經濟和金融市場波動影響 那這點跟之前兩個管道是無關的 純粹由於國家經濟規模細小 就變得去抵禦一些外圍波動的時候是脆弱的 那在接下來的分析呢 我會撇除了一些很細小的國家 另外分析也都不會包括中國和香港 由於香港經濟就比較受中國影響 而中國經濟就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所以分析就會集中在一些我們熟悉 和香港是有途徑可以投資到在那個國家資本市場的地方 這個圖表是關於一些國家出口美國的金額和國內生產總值的數據 意料之內加拿大在這方面就非常之依賴美國 他出口美國的金額是相當於他自己國家GDP的21% 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 這個比例也都明顯比其他國家高到10% 跟著我們再看第二個因素就是匯率管道 根據這個網站我們可以看到各國貨幣對美元匯價在過去五年的走勢 而我就將五年裏面最高匯價和最低匯價的相差 就隨以這兩個價的中間數 那就得出各國貨幣對美元匯價的波動性 從這個表可以看到奧元的波動性是最高 換句話說 澳元對美元匯價的固定性就最低了 如果我們將這幾個國家用上述這兩個管道中的情況 或是一個圖可以看到 不計加拿大 新加坡兩個數值都比較大 代表它的經濟就比較受美國的利率影響了 其次就是南韓 而在圖裡最左下角的就是澳洲 代表它根據這兩個角度看 是最不受美國利率影響的 那這些國家在美元加息周期的實際經濟表現 是否吻合這個分析呢? 在這個圖可以看到 在1977年的加息周期 初頭對澳洲的經濟似乎都有影響 但後期就是對南韓和英國的影響最大 至於1993年的加息周期 就對新加坡和南韓的影響最大 澳洲的經濟似乎沒有受到影響 非常平穩地增長 至於2004年的加息周期 似乎又是新加坡最受影響 澳洲經濟增長都稍為放慢 而最近的2015年的加息周期 初頭對日本的影響最大 但其後又是對新加坡和南韓的經濟 有較大幅度的回落 澳洲在這段時間同樣 似乎經濟沒有受到影響 它似乎對美國的加息周期比較絕遠 有趣的是 我翻查澳洲的經濟增長數據 原來它是創下了90年代初 接近30年內沒有經濟衰退 就算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 它都可以獨善其身 只是在2020年全球疫情下 這個紀錄才被打斷 如果再看澳洲投資市場 在美國加息周期開始的時間 是否真的可以提供到避風港的作用 我們回到之前講過的四個加息周期 1977至1981年沒有澳洲股市指數的資料 但如果我們看1993至2000年 就可以看到 在頭一年美股平穩 但是澳股向上 而另外2004年至2006年這段時段 就出現美股向下 但是澳洲股市向上的情況 到最近的2015年到2019年 澳洲股市和美國股市 在加息周期剛剛開始的時段 就一起都跌了 似乎根據歷史上看 澳洲確實提供到一定的避風港作用 當然了 如果想減低美元利率風險 可以用地域去想 亦都可以利用選股方法 或者更加能夠減低風險 還可以增加回報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去描述欄的連結 或者playlist去看價值投資系列 一共有10個短片 如果你只是想看公司分析的部分 可以由第8個短片開始看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短片 如果你喜歡它的內容 多謝你留言讚好分享 以及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拜拜